哪一位来推荐你们找到的最会说话的人 来 马丁 下面我推荐的这个选手 她是郭美美 所有人都听说过她的名字 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清楚她的模样 她一度很红 但是红了没多久 她就成为了一个禁忌话题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上舞台 但是每一次都是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她被制作方从演出名单上划掉 所以今天她来到了我们的舞台 她要告诉大家她的名字 掌声有请郭美美 大家好 原来你是那个郭美美 不怕不怕啦 不怕不怕啦 我跟大家说一下 徐作听到我们要请的这位嘉宾叫郭美美 徐作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说放出来了 好 掌声鼓励 好 郭美美 你说我们听 看见蟑螂 我不怕不怕啦 我神经比较大 不怕不怕不怕啦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 爱唱歌的郭美美 老实说 我觉得郭美美这个名字 挺普通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的名字 会成为禁忌 甚至还影响到我的事业 2011年6月的某一天 我的微博突然间 涨了很多粉丝 留言也一下子达到一千多条 当时的我还很开心 我看中文的速度是比较慢 兴致勃勃看了半天 才发现原来都是在骂 还好当时我的助理跟我说 大家都不是在说我 而是微博有一个跟我同名的 他叫我放心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不断地发酵 在那之后 我几乎就没有接到主办方的通知 他们都说 虽然我们知道有两个郭美美 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个名字 现在非常的敏感 暂时不能够请美美来 随着她的丑闻 越爆越多 郭美美这个名字 就像被封杀了 只要有这三个字的节目名称 爆屁不成功 也不能够排进音乐排行方里 每一次她的丑闻一曝光 就会有一批人涌进我的微博 甚至如果我转发我朋友的微博 也会连累到他们 当时的我 很难过 我觉得自己很无辜 不委屈 我就到微博发声明 我是美美 唱不怕不怕的郭美美 我跟郭美美baby 真的不是同一个人 有很多网友的留言 其实让我啼笑皆非 她是唱不怕不怕的 那个郭美美 只不过整容了 变成现在的样子 有些终于意识到 我们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让我更绝望的评论也出现了 你就不要靠她来炒作心 如果没有这个郭美美的话 其实大家早已经把你这个名字给忘了 还有人说 你可是一个歌手 你看看你自己的微博 粉丝还没有比人家的多 你要好好去反省一下 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